大家好啊 我是小白 闲来无事啊 给大家讲一个夜话吧 对 一个朋友给提供的素材 我看完以后觉得挺有意思 所以想分享给大家啊 好咱闲话不说啊 咱们直接进入主题啊 故事的名字呢 叫七间房 这个故事呢 据这个朋友啊 据这个给我提供素材的朋友说 是一个真实可信的故事 说这个故事啊 是他认识的一个 50后的一个大哥 当年是1974年 插队的时候 这个所见所闻的这么一个事啊 说可信度非常高 非常有意思啊 非常有意思 据他说 就据他所说啊 当年这个大哥啊 就是这个 在这个插队的时候 跟着这个村民 一块这个 对吧 上山下乡 一块干农活 走到了一片地儿啊 这一看 怎么这么多这个坟墓啊 当然都没有一个名字啊 都是一些乱坟岗的那种石碑啊 当地呢 就当地就叫乱坟岗吧 就是无名 都是无名的一个这个碑 说觉得特别有意思 而且特别有意思的什么 就是这个 在这些乱坟的这个旁边啊 规规整整的 七间大坟 这不是说那种破坟什么的 那很正常说 坟地旁边破坟 有勘坟的那种 对吧 或者怎么怎么着 就是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乱坟岗吧 旁边就是七间啊 连着那种的 规规整整 一看就是新盖也没多人间的啊 不是说很老的房 特别规整的七间大房 哎 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说这他妈的 谁这么好玩 谁这么牛逼 也说居然跟这个坟地啊 旁边盖房子 是不是还住这边 我看 就觉得特别好奇 哎 顺势呢 就问了一下呢 带他一块干活的这个朋友 哎 这个朋友呢 其实呢 也是早他几年 因为他们是七四年下乡嘛 人家是六八年 早他几年过来下乡的知青 哎 所以比较了解当地的故事 哎 这一问 这这这个这个 那老知青啊 说了啊 其实岁数不大啊 就是但是早来几年就说了啊 哎 说你觉得这事好玩吧 这里头啊 有故事 哎 我给你好好讲讲 说这块地啊 最早当年啊 不是坟地 哎 他是以什么呀 这地叫什么 叫二道沟 哎 二道沟 说这个这片坟岗的前身啊 不是坟地 往里面再走一点啊 这地叫二道沟 这里面住着什么人啊 当年住着一帮这个胡子 哎 就是东北那边的这个土话啊 东北叫胡子 实际上就是土匪 哎 说当年住着这么一窝子土匪 也是呢 天天的就是没事打打抢这种东西啊 哎 后来说当年这个张作霖 哎 在东北后来不是当了大帅牛逼了吗 哎 那会儿啊 刚上阵没多久 哎 就是怎么说呢 自己家乡的 这么一个地儿 就被这个土匪呢 给打劫了 哎 当时丢了很多的一些宝物 因为都是这个张作霖当时放在这地儿了 没有 这是我们家乡吗 哎 回头 这七嘴八大爷的 这都有认识 都有亲亲关系的 我这一堆东西 哎 你们帮我看着 其实也都是他连来那些不以之财啊 那他具体就不说了啊 哎 谁承想这他妈黑吃黑 让当地的这帮土匪呢 胡子就洗劫一空了 那家伙 这这这这这能干吗 我他这当当时大帅是勃然大怒啊 下令 一定要给我缉拿这帮土匪 追回我的宝物 当地的这个土匪啊 在每次这个抢完结以后 哎 回几后呢 都会拿出一部分的这个银两啊 金银宝物 来干嘛呀 来上贡 哎 从古至今 就是官匪一家 哎 给当地的这个县官啊 当地的领导上贡 这样呢 就是不要去追查他们 基本上有包案的呢 一挂案 哎 差不多呢 这事呢 就黄了 其实跟咱们现在这个作风也基本一样 你丢个电瓶车 你包案 也他妈没人管 哎 呃 当时呢 这批宝物呢 确实不错 哎 这个匪头呢 就要挑出几件 就是 觉得挺好的啊 就上贡给当地的这个县官 哎 就当地的这个官 这官啊 每次呢 也都是 接受上贡 哎 但这次呢 发现 哎呦 说这次这个 宝物不错呀 哎 拿回家以后呢 就是特别高兴 哎 觉得这次呢 上贡的这个 贡品啊 有水平 没毛病 确实是一件宝物 他不是说真金白银 他比真金白银 还要值钱呀 哎 正在他这个 高兴的兴头上的时候啊 突然发现 这件宝物 十分眼熟 哎 立马 拿来了这个张大帅 的这个命令里面 丢失的宝物的这个 画像啊 图纸 名称什么的 一看 从大喜 变为大惊 哎 等于这件宝物啊 就人家这个匪头 给他上贡的这件宝物 就是 张大帅 丢失的这个宝物当中的其中一件 说坏了 说这回坏了 为什么说坏了 因为这个任务派下来 他得是 赶紧完成 上面是有命令的 是限制日期的 不是说让你他们拖拖拉拉的 这回是让你办真事了 而且呢 这件事呢 还又发生在给他上贡的这个土匪的这个身上 等于是 大水出了龙王庙了 但关键时候呢 咱得这个丢居宝帅 对不对 他也是怕这个 呃 官匪勾结这件事呢 让这个大帅他们知道 让领导知道 对吧 回头借这机会再把他也除了 说这东西合了而 就就 这东西就有点 得不偿失了 后来这一琢磨怎么办呀 得 干脆 一不做 二不休 就 假借啊 叫这匪首啊 匪头过来 有事商量 哎 假借这个议会啊 他妈关山勾结 还有议会呢 哎 当这个匪首啊 还是跟以前一样啊 觉得是这个 立会啊 立会 哎 来到这个 这所谓的这个 县衙啊 我就这么说啊 所谓的这个 公家地盘啊 直接 勤货 都不带过堂的啊 勤货 直接签字画押 写了一东西 啪啪啪一按 啪 当机立断啊 当时就给斩了 为什么呀 这叫杀人灭口 等大帅再问起来 哎 逮着这个匪首了 给他宰了 缴货赃物 哎 其他的别问 别倒把我供出来 这就这就麻烦了 哎 所以呢 这个就是快刀转了麻 所以当官的是 真他妈狠的 顺带脚 哎 把这匪首斩获了以后呢 干脆 直接一锅端 就把这匪窝呢 就给端了 把其中 这个抢劫的宝物 全都给 搜回来了 哎 树倒呢 胡孙散 这匪首呢 一死 哎 这帮 小妖小怪啊 是不是这帮 虾兵 蟹将 这帮小匪啊 那就是死的死 伤的伤 全都散了 全都跑了 当时啊 可以说是 用当地老百姓说是 遍地横尸 遍地都是被杀的那些 小土匪兵的那些尸首啊 这当头的也不管啊 杀完人转身走了 人家回想 回想大帅 人家邀功行赏去了 这老百姓一看 这不能满大街 一出门满大街 都是尸体 这怎么过日子呀 所以当地老百姓啊 就自发的 组织 哎 一帮村民 就把这些 这个土匪的尸体呢 集中在一个地儿 哎 找了一个地儿 偏僻的地儿 就给埋了 所以呢 时间长了以后呢 这地儿就成了一个乱坟岗了 为什么呀 只要是这村子里 再发生了这种情况 就说 有 有那种 没有后人的 或是 流浪到这边的 死在这个村子里的 路上的人 就是找不着家属的 干脆 就一块 都往这买就完了 久而久之 这个地儿就形成 这么一个乱坟岗了 后来是啊 19 1968年 哎 对吧 那会儿全国实行运动 啊 什么他妈的 贫下中农 接受贫下中农 再教育啊 这个那哥的知识青年 下上转下乡 哎 就开始搞这些 乱七八糟的这些运动了 哎 那会儿呢 他们这个村 哎 也接到了这么一个上级 这个指派的任务 就是来接收 一批 这个城里来的 知识青年 知青 哎 给安排一下住处 什么工作生活都给安排好了 这都是他们一级级给安排的任务 当时这村里 这个领导一琢磨说 给这帮人安排哪啊 说这村里的但分点好地儿啊 好点的这个地儿啊 都被自己的村民已经盖上房了 是不是 也是种上田了 好地儿早抢光了 哪有地儿给 给这帮人住啊 想来想去 思前想后 得 咱就跟这乱缝岗子啊 旁边 给他们盖这几间房 哎 盖这七间房 当这个 这个接纳知青的这么一个知青宿舍 说这个有人就问了 说这个头说这个 咱这么干行吗 这家伙这这旁边 这坟地旁边盖盖宿舍 您这也是真敢想 是不是 这领导说了啊 知青是什么人啊 知青是接受红色教育 毛主席教育 天天都拿着毛主席这个 这个这这小本 对不对啊 这什么 纯粹的 这什么 无产阶级 那是他妈的 永远也打不败了 什么牛鬼蛇神啊 都得躲开 知道吗 牛逼就是 什么也不怕 信仰什么的 没有 知道吗 谁也不怕 这叫什么 那会叫什么他妈的 什么无产阶级小将 干什么说 这不是一般人 这都是受过他妈的红色洗礼的 震得住这这这这鬼 妖魔鬼怪上不了身 不怕 他就给人断了 也没毛病啊 当时运动里头那帮红卫兵小将 都跟大傻逼似的 拿个本啊 我们无产阶级 是吧 是是无所畏惧的 成了一个人的操拥 跟你妈赶死队 义和团 一个操拥 哎 就给这帮孙子呀 盖了这么一个期间房 这帮人不知道啊 一来村里 呀哈 地道啊 为我们准备新房新宿舍了 那那家相当开心啊 觉得相当开心啊 当天晚上啊 就入住进这期间房啊 期间青年宿舍 一觉醒来啊 睡得挺好 一觉醒来 全懵逼了 说怎么 第二天醒来啊 这期间屋子里 所有的这帮知青啊 无一例外 全睡在这期间宿舍的 长院的这个路上 在院里头 哎 就是莫名其妙 不知道怎么回事 昨天都是跟铺上躺着呢 第二天醒来 全跟马路上睡着呢 就全跟土路上睡着呢 哎 说这他们 什么情况 不是这是 谁搞的恶作剧 是晚上我们睡着了 根本全抬出来 是怎么着啊 也没多想 哎 第二天呢 就 该干嘛干嘛去了 因为刚到当地啊 当地的这个 这个这个村长啊 也是安排了这个 老的一些村民啊 也就是跟旅游项目似的啊 哎 白天呢 毛毛刀刀的 给这帮知青的 熟悉环境 然后呢 找了一帮这个 积极向上的这个老村民 来这个痛骂旧社会 哎 新社会好 怎么着 就这套洗脑东西就上了 哎 然后再带他们看看 这个环境啊 对吧 什么这个哪干活 怎么干 怎么插秧 怎么折纳哥 带他们再干个农活 所以这一天啊 下来 毛毛刀刀 哎 这帮知青呢 也没去多想 昨天晚上这个 事儿 哎 回到宿舍呢 累了一天了 倒头就睡 哎 也没想 多想昨天晚上的事 又是一宿 第二天醒来 哎 我操 这这帮人全懵逼了 这一个一个都都都傻了 果不其然跟头一天一样 醒来后 所有人都睡在宿舍的外面 没在床上 全在外面 我操 说这 什么意思呀 对吧 当时他们知青里头也有一个头了啊 说不行 说这我得找这个村领导去问问你 好嘛 这问明白了 当时就窜了 搞什么 什么意思 说你们 我们他妈的从城里上山下乡 我们他妈接受贫下中庸在教育上 上您这儿来 您给我们盖着宿舍 挨着乱风港子给我们盖 啊 我操 当那时候啊 也不他妈举着这个这个这个毛主席这个张了啊 也不举着这小本了 你先些逼吧 什么他妈的这个什么 我们他们无产阶级是他妈的无所畏惧的 受不了了 害怕 我们也害怕 真的 我谢谢您更换地儿吧 实在没辙 哎 这个村长就给安排 说这个老王家 哎 收俩人 是不是 老李家 收收医人 老张家 地儿大哥仨人 就把这帮知青啊 挨个安插在各个的农户家中了 直到找了一个合适的地儿 重新又给盖了几间大房 哎 后来这个地儿呢 也成为这个村子啊 以后再接待各界知青的一个一个所谓的就是知青点 也就是一个相当于职工宿舍这么一个地儿 这件事呢 也就不了了之了 转眼见啊 朋友们来到了1972年 解放军 路过啊 他们这个村叫什么 复兴屯 哎 路过他们这个屯 当时呢 也是说 呃 想借宿 最后呢 安排了这个 这么一个班的人 哎 就住在了这 七间房里头 哎 住完以后啊 第二天早上醒来 如出一辙 这所有当兵的全他妈睡地上了啊 当时醒了傻了 说什么情况 啊 谁啊 这是谁跟我们这开玩笑呢 昨天晚上谁值班啊 喊过来 把把把把 喊过来 当兵的 他不会全休息 他给的有一放哨子了 哎 说赶紧喊过来问 怎么回事 当时叫这方哨子 这方哨子呀 也睡着了 这方哨子来 说你怎么睡觉了 说那个昨晚怎么会 他说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从来值班 我就没睡过觉 昨天就莫名其妙的就睡着了 而且也同样一样 他们方哨是有 有在一屋 哎 方哨 其他几间屋住人 也是方哨这个呀 也他妈的 马路边上睡着呢 就没有一个说 醒来以后 还是在屋里的 我操 当时说这个 这个这个班长说了 我就他妈不信这邪了 今儿晚上你们睡啊 多安排俩事 我今天晚上啊 也寻港 我就到底看看是谁干的这事 吹半天牛逼 第二天啊 睡完了 第三天早晨一醒啊 通通的拿下 全都在这房的外面睡着了 这还说到我嘴 就莫名其妙 突然一到点啊 就立马困了 趴下 立马就躺 躺床上 不醒人士了 再醒来 准他妈的是睡在这个房间外面 得了啊 别吹牛逼了 据这帮村民说 这是第二天啊 第三天都没第三天 当天晚上啊 没睡觉 这帮人 跟着大部队 就赶紧出行 就赶紧走了 就没有再睡一宿 也不知道说这帮当兵的事给吓跑了 还是部队确实要开拔 人家继续出发了 反正这事啊 就这么又搁置下去了 转眼间 七四年 这不是这 这这这这老哥来 就了解到了这个事 呃 到后来是 甭管是六八届啊 还是说这个后来的这个七四届的这帮知青 一届一届的啊 这个上山下乡 他们是有一个年的啊 我当时我爸是我记得是十年 至少十年 我印象里是说去东北插队十年嘛 完了 该返城的返城 该回回京的回京 就全回去了 帮知青这个运动结束了 就就全回去了 这件事呢 就没有人再提了 只不过是当时知青 听的这么一个小的 这么一个灵异故事啊 一个小小灵异 1995年的时候 说这帮老知青们呢 当时就是回到了 当年插队的这个 东北的这块地儿 哎 就是重返这个知青地嘛 有点那种怀旧的东西嘛 哎 说这帮人呢 就去了这个屯了 这复兴屯了 又到了 又走到这个乱坟岗的地儿 说就找这七间房看一看 你还有没有了 可惜 多年过去呢 当地呢 已经改头换帽了啊 已经把这七间房扒掉了 这边乱坟岗子也都没了 已经产平 重新修路啊 盖房什么的 这片地儿呢 已经消失了 就没有了原貌了 所以到最后呢 这件事呢 就 没有人再问津了 也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这件事只存在于 当地的一些老的农户 哎 一些老的居民 跟这帮 所谓当时插队 对这帮知青的 回忆当中了 这件事呢 就永远的就这么风存下去了 OK好啊 旁边 今天呢 给大家讲了这么一个 七间房的 这么一个小的灵异故事 咱也不知道说 就这个 这事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说 这帮人呢 在乱坟 乱坟岗的旁边呢 盖房 哎 惊扰了 对吧 这个 当地的这个 所谓前身这帮 死去的这帮土匪的 这个 呃 这所谓什么 孤魂吧 因为他们谈不上冤 哎 这帮孤魂吧 惊扰了 到了这帮鬼魂 所以呢 这帮鬼魂呢 给他们开了一个玩笑 或者说呢 警示他们 哎 别跟我们这住 是不是你占我们地儿了 所以在你睡着的时候 给你 清到屋啊 哎 还是说 当地呢 人呢 编了这么一个故事 哎 就这么好玩吗 编这么一个故事 哎 这个呢 咱们就不得而知了 总而言之呢 一个挺有意思的小故事 哎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所以呢 奉献给大家 而且 这位朋友说了 绝对有真人真事 这有这么一个事 哎 可信度十分高 十分高啊 好了 今天呢 咱们就到这里了啊 一个 七间房的灵异小故事啊 上山下乡 知青 很有纪念意义的小故事 奉献给大家啊 希望呢 也可以就是 呃 有那个年代的朋友 哎 就是前辈们 听到这个故事 能勾起一些 他们当年 上山下乡的一些记忆 我觉得 记忆是美好的 人 到一个年龄以后 就是 回忆起以前的东西 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 我觉得真的是 一些很美好的东西 即使是很痛苦的东西 可能你也会 就是 不过 就是等于微微一笑啊 就是释然了 我觉得 回忆是 是人类当 就是人类 头脑当中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 那么一个东西 我我反正 我现在已经有时候会 想一些以前的东西了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 老了 可能是老了 嗯 好了 我们啊 今天就到这了啊 我们下期再见